三張以樓梯排列的相框 有沒有令你想到地鐵的廣告箱 危紅燈的招牌 你會想起香港哪一個地方呢? 這個以Light Hours為主題的藝術展 匯集了11位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加拿大藝術家 所有在這個展覽的 除了我之外的10位藝術家 都是來自不同的背景 有些是在這裡出生 有些是父母在香港出生 然後他們就在加拿大成長 或者加拿大出生 也有些可能是在香港人的過客 住過一輪 或者是與香港有冤型的人的藝術家 年齡就由20多歲至80歲都有 有男有女 還有他們每個人的 career都是不同的stage 有些是已經很成名的藝術家 有些也是新的藝術家 新畢業的也有 參展的藝術家有著不同的背景 就自然會有不同的故事 主要我這個展覽是探討的 是講是加拿大香港人的移民的故事 那個故事就由很久以前 例如早期去做鐵路 金山 一直到現在 就可能在這些作品裡面呈現了 或者可以讓大家知道有關香港人 或者香港移民 或者香港有關的事在加拿大 所以其實是很diverse的 他們每一個藝術家的故事 或者他們的作品 不知道有份參與展出的Hotem 又會為大家帶來一個怎樣的故事呢 我的作品是叫做Lessons 其實是沒有中文名的 就是一套有25幅的照片 現在展出的就是有四幅 其中的四幅 故事就是我以前 小時候在香港的學校 我在97、98年的時候 就回到香港想探討一下 由殖民地、英屬、統治 變成是中國管治的 看看他的教育制度有沒有改變 但是當時其實是找不到什麼 就變成一個是關於成長的股市 但是後來我們現在 再拿出來展覽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是有關 可能是現在新一批移民 他們離開香港的原因 由現在一直到8月29日 大家都可以透過Light Hours藝術展 去認識更多加港兩地的聯繫 以及透過這裡的作品 去回顧一下自己的移民故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